軍閘 1200 公里 烏克蘭再創紀錄 現油廠 軍工場尖延出現 俄軍損失巨大 俄羅斯風格升級航空炸彈 戰爭方式未改變 指握頂力相助 英斯華參戰 俄選最貴無人機 今天是2024年4月3日 俄烏戰爭進入第七八差日 4月2日 一架烏克蘭的UJ22無人機 完成一次大膽的飛行 航城找出預期的800公里 實際飛行了1200公里 直接看到俄羅斯的關鍵目標地區 在整個飛行過程中 這架無人機竟然沒有受到俄羅斯防空系統的難戰 這架烏克蘭對俄本土出現最深入的襲擊之人 本身核動由烏克安全局和烏克國防情報局聯合參與 爆炸的一刻 現象俄羅斯人大喊大叫十分驚恐 大家都沒想到烏克蘭基能飛這麼遠 這對俄羅斯來說簡直一種恥辱 讓他十分尷尬 4月2日是自戰爭開始 烏克蘭莫基首次襲擊塔塔斯坦 耶拉布置和夏卡姆斯克企業 兩架莫基飛入耶拉布加的 埃拉茲石油產品公司的煉油廠 當地人指信 早上6點左右 位於城市下方的阿拉布加經濟特區 亦發生了爆炸 工廠和宿舍都受到影響 已有人員傷亡 據悉 被莫基擊中的工廠 主要生產塞德莫基 此外 烏拉莫基還襲擊了夏卡姆斯克的 Technico煉油廠 煉油廠主要煉油裝置 CTU7被擊中 Technico煉油廠 是俄羅斯最大最新煉油廠之一 年產率為800萬噸石油 占美俄羅斯每年煉油能力的2.6% 目前烏拉每天能夠發射30至60%禁煉機 針對俄羅斯本土目標突然襲擊 尤其針對煉油廠、油庫、軍工廠等目標 在過幾個月內至少有13間俄羅斯大型煉油廠 受到這些襲擊的影響 導致俄羅斯的煉油能力迅速下降 此外西方對俄羅斯企業的制裁 和禁止俄羅斯進口重要設備 亦加劇了受襲擊煉油廠的困境 這些煉油廠由於缺乏配件而難以中間維修 因此恢復工作預計需要更長時間 俄羅斯竟開始重爆俄羅斯進口汽油、柴油和天然氣立 而這些舉措導致價格大幅上進 這系列問題都比俄羅斯的戰士經濟帶來不利影響 使它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與此同時莫斯科地區的工廠亦遭遇不慘 熄滅中我們可以看到 火焰吞陸了霍特科玉市電鎮原體工廠的一個車間 這個工廠是業內最大企業之人 專門生產鎮原材料 我們知道軍事領域對帶量鎮原器件需求量很大 並要求這些原器件能夠高頻、高壓、高功率以及高溫等極端條件下正常運作 以確保每一系統的可靠性和穩定性 因此外界差三 這場大火是由烏拉策劃目的是打擊俄羅斯的軍工生產 而且在火災發生前沒有聽到任何人記或導彈來襲的聲音 認為縱火的可能性比較大 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不單要擔心敵對一方的侵襲 最要擔心來自內部的瓦解之力 近日俄羅斯葉卡斯林堡的烏拉爾重役機械廠遭起嚴重火災事故 塞火車的房頂已經被火焰吞噬 過火面積超過4,000平方米 據說是由於亂丟烟頭引發的火災 外界差勢將入春天後俄羅斯各地的烟頭事故 可否會不斷增加 這次事故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重大損失 因為利家工廠生產坦限和製人火炮等軍事裝備 是俄羅斯最大的國防工廠之印 建於1933年 是當時蘇聯規目最大的重役機械製造廠 與此當時 在俄羅斯本土米哥諾特地區 州長維亞·哲斯拉夫·加拉德科夫表示 邊境多個村莊遭到烏軍襲擊 俄烏護窄的情況仍是持續 烏克拉利一變 日前哈爾科夫市長伊戈爾·哲斯拉夫表示 使他幾乎所有關係的能源基礎設施 都已被烏軍摧毀 還有部分書面電線路亦遭到破壞 哈爾科夫戰前有200萬人 而目前只剩下不到30萬人 現在全城實施輪流停電模式 大部分區域每天只有4個衝突有電 儘管損失業縱 但哈爾科夫市長堅定表示 我們與官方絕對不會切離 此外 烏克拉奧德塞地區州長奧內基貝爾表示 一架俄羅斯無人機被擊落碎片 造成一座能源節施起火 導致幾十萬人斷電 俄羅斯巡航導彈 重機重窩勒西部李玉虎地區遠離前線的基礎設施 並組成人員傷亡 莫斯科最近改裝的FRAP彈頭 重達1500公斤 這樣的瘡狂炸彈無論在哪裡使用 都將產生毀滅性的後果 還有消息說 俄羅斯將重啟生產3噸級FRAP 3000重熱炸彈 俄羅斯說它堪比戰術核武器 有專家說 這個炸彈可以打擊彈役堅固攻勢 也會對烏軍造成心地威懾 烏克拉也使用類似FRAP的制度炸彈 被稱為直接攻擊作戰彈藥系統 但美國提供一種武器威力少得多 FRAP是蘇聯時代的非制度炸彈 配備了巧妙設計的機翼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政治目標進行準確攻擊 此外 這些炸彈還可以通過衛星或激光導航進行調整 以提高它的精度 這些炸彈之所以這麼拿命 有幾個原因 首先 由於它的尺寸和重量 與前線使用的火炮和彈藥相比 它的爆炸威力更大 幾乎烏克拉的所有工事都無法抵禦這種炸彈的大徑 其次 它們可以在大約40公里發射 這意味著烏克拉不能夠使用遠程導彈出行攔戰 與攔截導彈相比 這些經過改裝升級的老式炸彈成本更低廉 因此 迫使勢方式受著具體的資金壓力 使得烏克拉好力獲得足夠的導彈用來攔戰 到目前為止 俄羅斯的航彈戰術已經在阿富迪福加戰役中進入實踐 湖軍本想利用工事繼續持制惡軍 但在航彈軍閘下三天被迫撤離 所有工事都被摧毀了 烏克拉以色度之後使用愛國直播空導彈 或F-16擊落發射航彈的軍閘機 才能救出制惡軍這一戰術 但烏克拉還要等待幾個月 不用擔心 烏克拉的曙光正在顯現 美國以及其歐洲和亞洲民國 都在於繼續向烏克提供軍事和財政援助 並提高自身國防工業的產量 德國武器製造商萊恩金屬公司表示 歐盟已向其提供超過1.3億歐元的資金 以增加彈藥產量 此外赤克武器製造商的銷售額 創下歷史新高 赤克共和國的軍火工業 用於國防碟用於國防 此刺激了軍工生產的需求 赤克總理表示 此外赤克軍工科合體將稱為烏克拉的堅強後盾 並作為烏克拉的戰鬥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 還有消息自信 瑞典正在考慮滿足烏克拉的請求 考慮向烏克提供應師戰機的可能性 不過在考慮引進的飛機時 不單是考慮他們的戰鬥能力 還要考慮烏克拉自身的配導條件 據悉 英斯戰機具備很多卓越的功能 與F-16相比 它的綜合性能僅持於美國的F-16 甚至在某些方面更為優軟 如果瑞典將英斯戰機轉讓給烏克拉 烏克拉將能使用他們發射風暴陰影 ScalpEG 和金鎬座導彈 因為英斯戰機是專門為歐文武器配套設計的 相比之下 F-16需要進入改裝才能發射上述導彈 儘管英斯戰機略小於F-16 但能夠承載幾乎與F-16相同的負載 大約是7噸 此外 英斯戰機還具有在高速光路上起攻的能力 甚至需要烏克拉升級現有的機場跑道 不過 英斯戰機的維修廠並不像F-16般遍佈歐洲 只有瑞典的工廠夠維修 此外 要求烏克拉飛行員和會駕駛兩組飛機 亦不是容易的事情 與此同時 烏克拉已經建起三道防線保護機庫 俄羅斯再也沒有機會對首都場區地入流 烏克拉武裝部隊中將陸軍司令奧列克桑特 帕夫留客3月31日在電視傳播採訪中表示 烏克拉和巴羅斯的邊界已得到顯著加強 特別是至諾貝利地區 我們做了大量工作 收集大約1,000公里的防禦工事 在基庫外圍建起三個防禦環 並大大加強至諾貝利方向 這個方向在以前不被思維防線 但我們決心堵住這潛在的漏洞 烏克拉會盡一切努力 防止佔領者向首都方向突破 並隨時為戰爭做好準備 另外烏克拉方作戰史領埔的報告顯示 一前烏克拉在黑海上空成功擊落了一架 最昂貴的俄羅斯模擬機福波斯特 這架防禦機的價值高達七百萬美金 它龐大的體型能夠將來有效的偵察 並攜帶兩枚導彈或其他形式的武器負載 還可以用來打擊地面目標 具備攜帶ATGM導彈等武器的能力 福波斯特的由來值得一提 再在2009年俄羅斯是經從以色列 求為了兩架搜索者義務人機將人移舊 總價值高達一千二百萬美金 然而除了在2010月 兩個簽署了價值三億美元的合同 根據合同俄羅斯將使用以色列的部件 由黑山直昇機製造公司生產搜索者義 然而這廢解的是 近兩年後的2012年 湖南移民航工廠就開始生產生液偵測系統 其中包括了名名為福波斯特的武器 今天的新冷城市就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見